好 弟兄姊妹 今天 西伯来里的 第二个十六号 刚刚过了 Poorin Poorin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是关于 阿玛利 亚马利人 亚马利人和Poorin有关 也和 末世 逼迫有关 这个星期的 Parshat Parashatav 但我们今天分享 阿玛利克 因为每次过普尔街 以前要读 阿玛利克 亚马利人的经文 我们今天 这个阿玛利克 会和四篇 第三十篇 第五节 把它结合起来 首先 关于 亚马利人的 诫命 首次出现在 快级级 十七章 十六节 来看屏幕 那 他说 Kiyad aukes 因为 守在 Yad 宝座上 中文把它翻译成 耶和华启示 这个地方没有启示 这个地方是守在 宝座上 那守在宝座上 什么意思 把它理解为启示 OK 没问题 Milhamma La Adonai Bar Amalek 战争 耶和华要打 要打仗 和谁打仗 和亚马利人 对吧 Milhamma 战争 La Adonai 向左 耶和华 Bar Amalek 和 亚马利人 打 Midordor 一代又一代 对吧 一代又一代 耶和华 要和 亚马利人 打仗 因为 手放在 亚的 宝座上 那么这节经文 拉比喻解经 这节经文很奇怪 两个地方的名字 拼写 缺字母 一个缺字母的地方 是宝座 对吧 宝座应该叫Kiss 结果这个地方 少了一个尾字母 Alif 就变成了Kiss 对吧 本来叫Kiss C 有一个C的音 没有Alef 没有A的音了 变成Kiss 找了一个尾字母 Alef 而耶和华的名字 在这个地方 也少了后面的两个字母 Vav 和Hey 对吧 所以说被翻成了Yah Hallelujah Yah 也是神的名字 但是这个Yah 是耶和华的前面两个名字 前面两个字母 后面的两个字母 没了 对吧 很奇怪 这节经文 两个单词 缺三个字母 那笔解经 因为亚玛利人的原因 神的宝座 也变得残缺 神的名字 也变得残缺 可见 这个亚玛利人 是一个头号敌人 或者说 如果 亚玛利人一天不消灭 神的宝座一天 不完整 神的名字一天不完整 这是相同的解经 这是标准的拉比解经 对不对 因为亚玛利人的原因 宝座 不完全 名字不完全 那么以前我们学习过 耶和华的宝座 是以色列的根灵魂 对不对 那么被抹掉的这个字母 Alef 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这个Alef这个字母 是代表耶和华 第一个字母 而且而且这个Alef这个字母 可以拆成 Yu的 Vav Yu的数字 二十六 耶和华的数字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宝座 被涂抹了 被残缺了 代表耶和华的名字 不在里边 而耶和华名字的 后面两个字母 Vav Hey 这个按照我们 以前的学习 Vav代表 弥赛亚 Hey代表 以色列 对不对 Vav Hey 对不对 弥赛亚 新郎 以色列 新娘 那么这三个字母 正好拼出 Who 对吧 Hey Vav Alef Who Who的意思就是他 那么他在陀拉里边 在拉比传统里边 总是指 神 也可以指弥赛亚 对吧 比方说神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那个拉比传统叫 Hakodesh Baruchu Hakodesh Baruchu 对吧 那圣者 他的名字是可颂赞的 就他 Baruchu Hu 就他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耶和华的名字 残缺 宝座残缺 代表弥赛亚 因为弥赛亚连接 耶和华和以色列 这就意味着 必须要 涂抹掉 亚马利人 灭掉亚马利人以后 弥赛亚的名字 在耶和华的名字才会被修补 那么弥赛亚 才能出现 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 为什么每年 普尔街以前要读这个经文 因为普尔街的神迹 里边出现了亚马利人 对呀 亚马利人的后译是 哈蒙 普尔街的 恶人 普尔街里边的恶人是 哈蒙 那么他的义人 就是莫德海 对吧 莫德海 莫地改 中文给翻译成 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 相当令人震惊 如果你去算 这个Kiss 亚 对吧 两个残缺 神的名字被残缺了 宝座被残缺了 亚的宝座 亚的残缺宝座的数字 等于95 哈蒙的数字 对不对 因为 出了一个哈蒙 那么神的宝座 就残缺了 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 因为耶和华 世世代代要和亚马利人争战 所以说出了一个莫德海 同样经文里边的 Kiss 亚 米亚马 亚的宝座 耶和华的战争 四个单词 数字 274 莫德海 这是相当令人震惊 很显然很显然是一个设计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每年普尔街读这节经文 残缺的宝座 是哈蒙 耶和华 和亚马利人 争战 是莫德海 相当令人震惊 在普尔街的这个故事里边 哈蒙 密谋 要将犹太人赶尽 杀绝 灭族啊 这是个阴谋 对不对 这不叫阴谋理论 这是阴谋 那么这个阴谋 在最关键的时刻 被反转 对不对 在这个以色帖记九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 12月13日 阿达尔 13日 本来 这个哈蒙 是狭治犹太人 在12月13日 这一天 翻转过来 变成了犹太人 狭治仇敌 那么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西伯来文 短语的表达 在整本圣经里边 就出现了一次 出现在以色帖记 九章第一节 Venachafuch hu Venachafuch 什么意思 反转 hu 他 让他 反转 对不对 你说开玩笑 你把这个他 我刚才讲了这个他的这个拼写 三个字母 Hey Vav Alif 你把它反转过来 正好是Alif 耶和华宝座 欠缺的字母 Vav Hey 耶和华后面两个字母 欠缺的字母 对吧 所以说 亚马利人 后裔 哈蒙 的阴谋 被击败的关键点在哪里 让他 反转 让三个字母 反转 对吧 所以说 Venachafuch 让他反转 是战胜 亚马利人的关键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词组的数字 等于179 加上哈蒙的数字 95以后 正好等于 莫德海的数字 274 相当令人震惊 又是一个设计 很显然 不是巧合 也没有巧合 那么正如耶和华 和亚马利人 世世代代要征战 所以说 在每一代 我们都可以找到 哈蒙 哈蒙和 摩德海 那么哈蒙 代表的是 俄人 俄人 摩德海 代表的是义人 Tadik 所以说最后的救赎 在我们这个时代 最后的救赎 也必定体现在 恶人 哈蒙和义人 摩德海 的战争 那么这个奥秘 隐藏在四篇 75章 第10节 大家看屏幕 为后 所有的恶人的脚 我要把它砍断 我要提高 我要高举 卡诺 我要高举 一人的脚 那么这个地方 出现了两个对应关系 恶人的脚 卡内 和义人的脚 卡诺 一个是恶人 一个是义人 义人的脚 神要把它砍断 而 恶人的脚 要把它砍断 那么义人的脚 要被高举 那么这个地方 隐藏了什么奥秘 那么这个地方 是拉币的结晶 拉币结晶说 什么叫脚 对吧 这个脚有很多理解 对吧 你说这个 这个人头上会 会长脚吗 不可能啊 对吧 什么叫脚 那么最简单的 这个字面层理解 这个脚 就是这个单词的 首尾字母 对吧 两个脚 对吧 前面和后面 手尾 他的脚 对吧 比方说四脚 三脚 三脚 三脚型 三个脚 对不对 四脚 三脚 就他的这个 这个手尾呀 那么相当令人震惊 这个恶人的 这个西伯来文 当然这个地方是附属 他的首尾字母 他的首尾字母 就是他的脚 拼出 高处的意思 被提高 被提高 代表骄傲 对吧 人在高处啊 代表骄傲 而这两个字母的数字 等于多少 Rish 两百 Mem 四十 二百四十 同 亚马利人的数字 阿玛雷克 阿玛雷克的数字 二百四十 对吧 说这个第一方 恶人的脚 是亚马利人 看到没有 恶人的脚 是亚马利人 而义人呢 义人在这个地方 的拼写 Tabik 他的首尾两个字母 拼出 Kits 什么叫Kits Kits 末了的意思 总是代表 最后的救赎 对吧 代表最后的救赎 Kits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神 审判 恶人 总是在最后 Kits 末了 而在此以前 他必定会将恶人 抬举 到最高处 就是说这个恶人 会春风得意啊 相当的春风得意 为什么神要将恶人 提高到最高处 为的是 让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刻 瞬间 轻负 对不对 反过来 义人在战胜 亚马利人 以前 总会先遭受 苦难 为什么 为的 在最后 Kits 高举他们 Tabik 那么这个概念 是相当清晰的 对不对 这个马太福音 怎么说 在后面的要在前面 在前面的要在后面 在高处的要被 摔到低处 在低处的要被抬举 成为高处 在普尔杰的这个神迹里边 恶人首先被提拔 谁 哈蒙 哈蒙 哈蒙被提拔成为波斯国的宰相 那么义人 要遭受苦难 谁 莫德海 遭逼迫 遭苦难 这个进食 等等等等 但最后 在哈蒙 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瞬间 轻浮 而义人 在瞬间 得提拔 对不对 最后 这个哈蒙 在一瞬间 成为阶下囚 而摩德海 在瞬间 成为宰相 那么这很显然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计划与设计 那么今天 你会看到 放牧全球 恶人 被抬举 到了最高处 而义人被挤压 被逼迫 在遭受苦难 但不要急 这是人的计划 神要将恶人 抬举到最高处 让他们春风得意 对 掌控全世界 黑暗势力也好 兽印也好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深层政府也好 等等等等 让他们春风得意 对不对 有各 所有的选柄 对 但最后 他们会在瞬间 轻浮 那么今天的义人 神的选民 在遭受苦难 对不对 被逼迫 等等等等 但要坚持到最后 因为最后 义人的脚 必被高举 恶人的脚 必被砍断 好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概念上 进一步发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概念 叫审判 和联明 审判的希伯来文叫 定 联明 叫 罗哈密 那么这两个概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很多人吃不透 不明白 对不对 比方说 在生命书的三个属性 亚伯拉罕 是什么 是hesed 叫恩慈 以撒叫什么 叫gevra 叫大能 雅各 叫美丽 Tifadres 对这个概念 大家应该能吃透 什么叫做hesed 白白的给出 你不需要任何的功德 你本不配 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白白的给你 那叫什么 那叫hesed 恩慈 什么叫做gevra 大能 收敛 对不对 那么这个gevra又叫 定 审判 对吧 所以说 以撒 是gevra 但同时也代表审判 什么叫审判 审判 代表 真理 这个大家估计吃不透 很多人说我喜欢真理 那就意味着你喜欢审判 真理是审判 审判 是按照真理 那么神在创造天地之初 是通过审判 定 为什么 因为在六天创造天地的经文里边 只出现了神的名字 Elohim Elohim 数字等于86 等于Hateva 自然 自然 代表审判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你不配 就 不能存在 你存在是因为你配 对不对 那么神在六天创造天地以后 认为 如果完全按照审判 定 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会在瞬间 消失 所以说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 重新重复了 创造天地的 这个记载 Elohim 这就是神 创造天地的 记载 那么这个地方的神 的名字就改变了 变成什么 变成了 Yu Hei Va Hei Elohim 耶和华神 那么耶和华神 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Torah 是创世纪 二章第四节 重复 创造天地的记载的时候 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拉批结晶 神意识到 完全按照定 审判 整个世界 不可能存活 所以说 需要怜悯 Wahami 如果没有怜悯 没有人 可以存活 对吧 整个世界 会在瞬间 消失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配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经得起 真理的审判 西伯来文的 这个联名的西伯来文叫 Wahami 而 瞬间 在西伯来文叫 Rega 这个地方你要记清楚 我们今天要讲很多关于瞬间的概念 好 那么接下来来吃透一下 什么叫做定 审判 什么叫定 定 对吧 他的词根叫 待 什么意思 够了 够了 什么叫够了 代表立竿见影 容不得丝毫的 词言 对吧 比方说一个人犯罪了 没有任何的词言 他立马 口吐白沫 倒闭而死 这叫审判 叫真理的审判 对吧 比方说你稍微有一点 不纯正的意念 刚刚有了意念 马上口吐白沫 倒地而死 这叫审判 对吧 那么按照这种审判 真理的审判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审判体系 那么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对吧 整个天地也不能存在 会在瞬间消失 因为神创造人有自由意志 那么人的自由意志 不可能保证人 不会有丝毫的散失 在圣洁的人 都有那么一点点杂念 你那个杂念一出来 怎么样 口吐白沫 倒地而死 如果这样子的操作的话 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 这叫审判 对不对 没有人经得起审判 对吧 那么这个联名什么概念 那么这个地方是大师解经 马哈拉和 罗哈他解经 什么叫联名 罗哈名 罗哈名的词根 叫Reheim 大家看屏幕 叫Reheim 三个字幕把它颠倒过来 看到没有 颠倒过来 叫马哈尔 什么叫马哈尔 明天 什么叫明天 明天 是针对今天 今天 就是现在 立竿见影 容不得丝毫的词言 你稍微有一点点犯罪 怎么样 口吐白沫 倒地而死 这叫今天 明天 代表时间的词言 等到明天 再审判 这就意味着 今天犯罪的人 并不在瞬间 受到审判 但是 并不意味着 没有审判 对不对 中国的古话怎么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不是不报 时候 未到 辞言了 从今天的审判 延迟 到了明天 为什么要延迟 他的目的 是给人时间 去悔改 给人悔改 的机会 这 就是 怜悯的 本质 所以说 怜悯 和恩慈 有本质的区别 亚伯拉罕的 恩慈 是白白的 给出 没有审判 你说没有什么 那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 坏人 恶人 没有审判 好吗 都是不好 对吧 所以说 白白的给出 白白的恩慈 没有公义 对不对 比方说 你在社会上 遭受了不公 你说 恩慈 爱 不计较 你可以这样做 但 却失去了 公义 公义 对不对 公义 义人 同一个词 你不是义人了 你是个恶人 对不对 有 你不审判 罪恶 那是个恶人 没有公义了 但 那么以撒的属性 是审判 代表 瞬间的审判 对吧 但是我们没有人 经得起审判啊 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 没有一个义人 对吧 每个人都犯罪了 那怎么办 也不可能给我来一个 瞬间的审判啊 对吧 全死了 如果瞬间审判的话 对吧 所以说 雅各出来 协调亚伯拉罕 和伊萨的矛盾 说雅各 叫美丽 提弗里斯 又叫联名 罗哈密 联名 并不是代表 没有审判 联名 是代表 将审判 延迟了 延迟 到明天 所以说 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 代表怜悯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并没有看到 任何人一犯罪 就口吐白沫 倒地而死 所以说 每个人都有怜悯 对吧 神对每个人 都是怜悯的 对这个 义人是怜悯 对恶人 也是怜悯 所有的审判 都被延迟了 但是将来世界 是代表审判 因为将来世界 是一个真理的世界 而真理 容不得 半点虚假 那么将来世界 是一个审判的世界 那么关于审判 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好的一端 不好的一端 以撒和以扫 都代表审判 以撒 是代表审判 好的一面 而他的儿子 以扫 是代表审判 不好的一面 对吧 为什么以撒 喜欢以扫 两个人都属于 审判的属性 但他们两个人的审判 有本质的不同 这个地方是拉比解经 拉比解经说 在以撒的意识形态里边 他说 我不配存在 对 所以说以撒是属于 每天审判自己 就不会被神审判 对 这个我们经文里面 是有经文的 如果你每天审判自己 你就不会被神审判 对吧 所以说以撒 对自己严厉 对吧 对别人宽松 对吧 所以说以撒 被他的父亲 雅巴拉罕 献为凡计 代表圣洁 而他的儿子 以撒 却不同 那么以撒的意识形态 是什么 他说 因为我存在 所以说我配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 一种心态 因为我存在 所以我就配 代表骄傲的心 对不对 你存在 并不意味着你配 你存在 没有受到审判 是因为神有怜悯 但以撒 认为 不对 我存在 是因为我配 代表骄傲 那么雅各的意识形态 是什么 我今天不配 对吧 卡探提 对那首歌 卡探提 卡探提 我不配 我今天不配 我明天 一定要配 什么意思 我今天不配 我在神面前是罪人 所以说我今天要悔改 我抓住今天的机会 去悔改 去修补 这样当我到了明天以后 进入将来世界以后 我就能得到赏赐 我就配了 但我今天 不配 那么这 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 意识形态 我们今天 都不配 但是我们明天一定要配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 不抓住 这个绝好的时机悔改 修补 那么将来 当你参加婚宴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这个耶稣基督 发现在宴席上 有一个人没有穿衣服 问他 朋友 你的衣服在哪里 你不配啊 这个时候怎么样 哀哭 切齿 被扔到 外面的 黑暗中 好 接下来我们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 给大家分享 这个星期的 极大的领受 十分钟以后再回来 好 大家休息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 全新的内容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 相当为能震惊 那么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在旷野 有两个仇敌 一个叫巴勒 一个叫巴兰 对不对 巴勒和巴兰 要咒诅以色列 那么 我们现在要学 他们的希伯来文 巴勒的希伯来文 叫 巴勒和巴勒和巴勒 巴勒的希伯来文 叫 比鲁兰 对不对 看屏幕 比鲁兰 巴勒和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 Zohar的结局 Zohar说 这两个人的名字 如果重新排列组合以后 正好拼出 阿玛雷克 亚玛利人 和巴勒和巴勒 巴比伦 其实就是说 把巴兰的后面两个字母 安 和巴勒的后面两个字母 Luck 放在一起 就是什么 阿玛雷克 剩下来的三个字母 巴勒 巴比伦 你说什么意思 对不对 能要是巧合吗 那么这个地方是拉比解经 拉比解经说 对抗以色列的 有两股势力 一股势力 是四大王国的流亡 那么这个概念我们应该很清楚 四大王国 巴比伦 有两股势力 叫外邦 七十国 七十个国联合起来 对抗以色列 两股势力 那么四大王国的头是谁 这是巴比伦 这是巴比伦 对不对 在蛋一礼的异象里边 说 有一个人像 他的头 是金 胸 是银 腰 以下 是铜 接下来是铁 那么这个金是谁 巴比伦 巴比伦是头 那尾巴呢 尾巴是罗马 移动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外邦七十国的头是谁 这是亚马利人 对不对 所以说 按照上面的 这个这个西伯来文字母 巴勒 对应的是巴比伦 巴兰 对应的是外邦 七十国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马哈拉的结晶 马哈拉说 外邦国 外邦国的西伯来文叫going 对吧 那么通常外邦国的拼写 没有中间 中间没有两个yout 是一个yout 对吧 所以他的数字等于59 但是 也可以加一个yout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yout 代表原因 对吧 如果你不标注原因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yout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如果你加一个yout 作为原因 对吧 那么外邦国的数字就变成了69 而 亚马利人 就是第七十个 外邦国 那么外邦国的头 是亚马利人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结晶 这是巴兰的预言 在明书记 在明书记 二十四章 二十节里边 有这么一个预言 Vayar 他看 It 阿玛利人 他看到了亚马利人 Vayasa Meshallu Vayumar 他就举起他的 这个 这个比方 说 说 Rishish Goying Amalek Yama 亚马利人 是外邦的头 看到没有 Rishish 头 Goying 外邦 Amalek Yama Yama 是外邦的头 They Aha Risho Oday Oved 但他的末后 会 毁灭 对吧 他的末后 会毁灭 会永远地毁灭 那么这是巴兰的一个预言 那么如果你考察 这三个单词 Rishit Going Amalik 他的拉比解经 他的三个首字母 正好拼出 Rega 瞬间 你这什么意思 那么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一个 背景 在唐木德里面 解经告诉我们 神在每天 有一个随机发露的瞬间 每一天 神有一个发露的瞬间 叫Rega 那么在这个瞬间 是完全的审判 对不对 在这个瞬间以外 都是怜悯 对吧 按照我们刚才的讲RG 现在世界 是怜悯 不错 的确是怜悯 要不然没有人能活下去 但尽管如此 在每一天 有一个瞬间 是审判 定 那么在这个瞬间 神会发露 审判 对吧 如果谁要是碰上了 在这个瞬间去咒诅另外一个人 把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罪给他揭露出来 那么那个人就完蛋了 对不对 口土白沫 倒地而死 对不对 那么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个瞬间是什么时候 因为每天是随机的 是变化的 只有一个人 巴兰 巴兰知道 对 只有巴兰知道 每天神具体发露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所以说这个巴勒 是不惜证经啊 对吧 这个三顾茅庐 对不对 去请这个巴兰 出生 对吧 让他来咒诅以色列 你说他怎么可能咒诅以色列 他当然可以咒诅以色列 因为他知道神每天发露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他只要在这个瞬间 去咒诅以色列人 那么以色列人 就会在那瞬间 消失 毁灭 死亡 对吧 因为在那个瞬间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经得住 真理的 审判 所以说这个巴兰是很厉害的 那么在普尔杰的故事里边 有两个 坏人 对不对 一个是波斯王 亚哈水鲁王 对不对 那么波斯王代表什么 代表四个王国 对吧 因为四个王国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所以说 这个亚哈水鲁王 代表四个王国 代表谁 代表巴勒 而哈曼 代表外邦七十国 外邦七十国 巴兰 为什么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哈曼 是亚玛利的后裔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算数字 巴勒 和巴兰的数字 等于 二百七十四 对不对 那么当然 二百七十四 因为是相同的 这个 四加三七七个字母 所以说巴比伦 巴贝尔和亚玛利人 阿玛雷克 他的数字 也是相同的 二百七十四 对吧 正好等于 摩德海的数字 莫迪该 为什么 因为莫迪该 一个人 战胜两个仇敌 对不对 战胜 亚哈水鲁王 和哈曼 所以说莫迪该 代表战胜两个仇敌的 两个敌对势力的 这个能力 那么以色列 在四个王国里边的 流亡 里边 已经经历了 两个救赎的神迹 对不对 一个是波斯国的普尔街 对吧 普尔街是发生在 波斯国的 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神迹 是在希腊国 希腊帝国 对吧 四个帝国嘛 波斯帝国的普尔街 这是一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 是希腊帝国的光明节 那么四个帝国 四个王国 已经发生了两个神迹 两个节日 普尔街 光明节 这就意味着 还有两个救赎的神迹 尚未发生 对不对 分别对应 一头一尾 头 是巴比伦 尾 是以东 对不对 但是 启示录告诉我们 在末世 巴比伦 和以东 要合一 首尾 合一 以东 是罗马 巴比伦 是在罗马 梵蒂冈的 天主教 对不对 这是 启示录 启示录告诉我们的 巴比伦 大巴比伦 对不对 所以说 头尾 合一 形成 罗马的 巴比伦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个瞬间 发露的 奥秘 那么在 拉比的 这个哈拉哈里边 对这个 Rega 它有定义的 是一个相当短的时间 二十三分之一秒 好像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相当短的时间 那么 这个拉比就提问题了 在唐木德里边 就说 神每天 有一个 瞬间的 列路 对吧 只有巴南 他知道 具体的时间 所以说 他可以 咒诅以色列人 但你说 那么短的时间 他怎么咒诅啊 对不对 这个一秒钟都没有 对 他在如此短暂的瞬间 他能够说什么话呀 这个问题提的好 我们也想知道 对吧 他能够说什么话 那么在塔莫德里边 拉比给了一个答案 拉比回答 Claim 一个字 就是说 这个巴南 在瞬间 以最快的速度 说一个单词 Claim 对吧 像我们说出来 已经超过了一秒 估计巴南的话呢 会快一些 嗯 什么叫Claim Claim Claim 的意思 就是毁灭 他们 对吧 这个 Cala 就是毁灭 对吧 你把这个 伪字母 这个 把它 换成 Mem 就变成了 毁灭 他们 对吧 这个Mem 作为字母的话 就是他们的意思 毁灭 他们 Claim 毁灭 他们 对吧 这是巴南 在神 瞬间 列入的时候 咒诅 以色列的花 但是神 却将三个字母 反转过来 看到没有 又是一个反转 对吧 三个字母 Kaf Lamed M 把它颠倒过来 反转过来 就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 Malach 王的意思 看到没有 反转过来 反转 神总是将 以色列仇敌的咒诅 反转过来 成为祝福 那么以色列人 不但没有被毁灭 反而 被提升 得了王权 这是相当有意思的 那么这是神的 作为 在我们眼中是相当的奇妙 这恰恰 就是普尔节的神迹 对不对 这个突然有一天 在瞬间 在瞬间飞来横祸 在瞬间 临到了犹太人 对 灭族之灾 对不对 这个哈曼 要将这个波斯帝国的 所有的犹太人 在 12月13日 这一天 赶尽杀绝 对吧 这是个咒诅 但神 却将哈曼的咒诅 反转过来 摩得海 摩得该 在瞬间 提升 成为波斯的宰相 对吧 那么相当有意思 瞬间的西伯来文叫 Rega 你把它展开 Rish Gimo Ain 展开以后 它的数字 等于713 正好 是Purin 托尔节 展开的数字 看到没有 所以普尔节的奥秘 是在瞬间 将猎路 咒诅 转换 成为 祝福 那么普尔节的神迹 必定 也将发生在 我们 所生活的 末世 那么神的百姓 选民 必定 会受到 受应的 逼迫 对不对 遭受苦难 对不对 在所有的人 都几乎要放弃的 瞬间 在你认为 你彻底完蛋的 瞬间 那么神 会将 咒诅 列入 转换 成为 祝福 和救赎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 诗篇 三十 章 第五节 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 是这样写的 看西伯来文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 执 执意 因为 他的怒气 只在 瞬间 看到没有 瞬间 他的怒气 就是神的怒气 神的审判 在瞬间 哈尹 比尔托诺 他的旨意 比尔托诺 是生命 哈尹 生命 是他的旨意 那么如果我们研究 希伯来文的话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瞬间 Rega 和他的怒气 很有意思 这么个有意思 Rega的前面两个字母 Rish 和Gimel 是 Art Bash的关系 对 这个Gimel 是顺数 第三个字母 Rish 是倒数 第三个字母 在Art Bash里边 是可以替换的 同样的道理 他的怒气 Apo 的后面两个字母 Pay 和Vav 它也是一个 Art Bash的关系 对吧 这个Vav是第六个字母 而这个Pay 是倒数第六个字母 所以说是Art Bash 静相 可以替换 而Rega 剩下来的这个字母 Ain 和他的怒气 剩下来的这个字母 Aleph 是光 和气敏 的关系 这个以前 大家给大家分享过 很多次了 Aleph 代表光 Ain 代表气敏 相当神奇 那么接下来 如果你考察 前面的三个单词 Ki Rega Be Apo 因他的怒气 是瞬间 那么这三个单词的数字 等于292 正好 是祝福 Baha 和咒诅 Kalala 的数字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在神 发露的那个瞬间 存在了两个潜能 那两个潜能 人或许 会受 咒诅 人或许 会蒙 祝福 两个潜能 对不对 看你怎么转换 所以说 祝福 Baha 咒诅 Kalala 加在一起 等于392 正好等于 Ki Rega Be Apo 因他的怒气 在 瞬间 那么 那么后面 两个单词 相当令人震惊 这是个 镜像 关系 Hain Bear Tono 他的旨意 Bear Tono 是什么 是生命 Hain 那么后面 两个单词的数字 等于多少 422 正好 是咒诅 变成 祝福的数字 Kala Nivraha 对不对 Kala Nivraha 422 对吧 也就是说 比这个 这个422 比390 多了30 30 正好是 Lamme的数字 你说 开玩笑 那 那你 你干嘛 不说是 祝福 变成 咒诅 不错 有两个潜能 既可以是咒诅 变成 祝福 也可以 是 祝福 变成 咒诅 但是 因为这个 经文的 字面意思 告诉我们 他的旨意 乃是 生命 那生命 当然是 祝福 对不对 死亡 才是 咒诅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是两个潜能 转换成了 一个现实 生命 就是 祝福 所以说 这节经文 对吧 因他的怒气 只在 瞬间 Kirriga 被 Apple 他的旨意 却是 生命 Hain Bear 丑陋 那么这个地方 是 以色列 渔民的 解经 他你说 这个 这个咒诅 这个祝福 也是以色列 渔民的 解经 但接下来 以色列 渔民 还有一个 解经 以色列 渔民 解经说 这节经文 不简单 诗篇 三十篇 第五节 不简单 大家应该 以后 经常要去 莫道 冥想 这节经文 Kirriga Bear Po Hayin Bear Tono Kirriga Bear Po Hayin Bear Tono 为什么不简单 这节经文 隐藏了 三年半 大灾难 大灾难 的奥秘 三年半 大灾难 他的奥秘 隐藏在这里 你说为什么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 三年半 的大灾难 隐藏在 这节经文里面 首先 从概念的角度 三年半大灾难 是神 瞬间的烈鹿 对不对 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这个灾难是相当的大 以前从来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所谓的空前绝后 所以说是神的烈鹿 而亚玛利人 代表 受印 他将逼迫和咒诅 以色列的儿女 那么 首先你看一个 数字 亚玛利人 是以少的后裔 以少的数字 是376 亚玛利人 他尽管 亚玛利人的数字 是240 但那是单数 如果你把它变成 负数 对吧 那就是在这个 亚玛利后面 加50 240 就变成了290 290 亚玛利人的负数 加上以少 376 等于多少 666 对不对 所以亚玛利人和以少的合一 是受印 对吧 以少就是以东 罗马 对不对 罗马 亚玛利人 合一 666 那么巴兰告诉我们 亚玛利人是外邦之首 希伯来文 Rosh Going 这个Rosh Going 他的数字 正好是亚玛利人 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写出来的数字 对不对 那么 这个Rosh 501 Going 多少 59 那正好 500 560 对不对 正好是亚玛利人 逐字拼写出来的数字 那么 从这个地方 也再次挑明 亚玛利人 是外邦 之首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三年半这个概念 首先出现在 但一里书 对吧 但一里书 怎么说 一载 两载 和半载 西伯来文 西伯来文 加上 因为我们刚才分享 巴兰 和亚玛利人 是对应的 一个概念 巴兰和亚玛利人的数字 等于382 加上两载和半载 等于多少 666 三年半的大灾难 是因为受益 从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在三年半的最后两年半 逼迫选民的 是巴兰 和亚玛利人 他们的数字 是666 那么在普尔杰的故事里边 这两个逼迫 犹太人的人物 一个是波斯王 亚哈水鲁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 他代表四个王国的逼迫 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波斯王 波斯 是四个王国的第二个王国 而哈曼 是代表七十国的逼迫 外邦七十国 对吧 因为哈曼 是亚玛利人的后裔 如果你算数字 亚哈水鲁的西伯来文 阿哈西维罗什 阿哈西维罗什 他的数字等于821 哈曼 95 对的 两股势力 这是逼迫以色列人的两股势力 合一 821 加95 等于多少 916 916 对吧 所以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因为 哈曼 的故事 亚玛利人的逼迫 在每一代都有 所以说 在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中 这个 这个代表王国的巴比伦 和代表哈曼的亚玛利人 他们合一的数字 必定 也会出现 916 那问题是 在我们今天 哪个势力 的数字正好等于916 对不对 不单单 概念上 要对号入座 数字 也要 对号入座 在我们今天 哪一个 组织 它的数字 正好等于916 而且这个组织 它存在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逼迫 以色列 答案是什么 联合国 你能震惊的是 联合国 United Nation 西伯来文 标准翻译 哈 ウムス 就是70个外邦国的意思 对吧 比方说在拉比 这个数语里边 提到70个外邦国 叫什么 ウムス 对吧 所以说ウムス 是外邦国的意思 哈ウムス 哈美舞 哈都是 联合 联合外邦国 联合国 对吧 Nations 对吧 一般这个 英文把它翻译成叫 United Nations 对吧 这个外邦国 总是翻译成 Nations Going 总是叫 Nations 对吧 拉比 这个陀拉里边 也把它叫 ウムス 对吧 哈ウムス 哈美 欧 哈 连合国 联合国的数字 不得不少 916 等于 亚哈 水鲁王 哈曼 哈曼 916 正如在普尔节里边 亚哈 水鲁 和哈曼 的联合 合一 逼迫 这个 杀害 犹太人 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 最后将逼迫 以色列的 是联合国 这个不是我的发明 这个 这个拉比的解经都是这样的 拉比认为这个联合国存在的目的 就是逼迫以色列 对不对 联合国 所有的决议 没有一个是对以色列友好的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彩排 这个叫什么 预热赛 真正的逼迫苦难还在后面 对吧 所以说联合国 代表70外邦国的头 亚马利人 和四个王国的头 巴比伦 合一的组织 那么联合国有很多个机构 但联合国里边最厉害的机构是什么 那当然是安理会 对 联合国的安理会 是最厉害的 它是联合国的头 对吧 如果联合国代表外邦 70国的头 那么联合国的安理会 那就是头中之头 对不对 那么联合国的安理会 有五个 常任 理事国 那么联合国安理会是干嘛的 负有 负有维持国际和平 和安全的责任 在联合国规章里是唯一有权采取 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 其权力 包括 进行 违和行动 实施 国际制裁 和授权 采取 军事行动 等等 那么其中 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 否决权 和平 与安全 对不对 那么世人都喜欢听这两个单词啊 和平 和安全 那么圣经早就警告我们了 铁钱五章第一节第三节 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弟兄们 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 平安 和平 稳妥 安全 人正说和平与安全的时候 平安稳妥的时候 对吧 这个地方 英文把它翻译成叫做 peace and safety 这个和联合国里面一样的 peace and safety 和平和安全 平安稳妥 一个概念 当人正在说和平与安全的时候 灾祸 大灾难 忽然 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 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看到没有 大灾难 三年半 大灾难 他们 绝不能 逃脱 世人 对吧 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 所以说 这是铁钱 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早就启示给我们了 暗示了联合国的 安理会 将 激发 引出 三年半的 大灾难 那么 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去研究它的数字 对吧 这五个常任理事国 美国 Amerika 数字 英国 英国 唐亚 286 法国 770 俄罗斯 俄罗斯 281 中国 130 五个国 五个国家的数字之和 1813 令人震惊的是 1813 正好 是四篇 三十 第五节的数字 四篇 三十篇 第五节 先看西伯来文 Kiriga 被阿婆 因为他的怒气 在瞬间 Hein 别臭怒 他的恩典 他的旨意 是生命 Ba Eleva 在黄昏 Yanin 被 哭泣 停留 在 黄昏 对吧 我们合合版把它翻译成 一树 虽然有哭泣 Vena Boker Rena 但早晨 却有欢呼 雀跃 欢喜 欢笑 对不对 四篇 三十篇 第五节 经文的数字 1813 正好等于 安理会 五个 常任 理事国的数字 更令人震惊的是 刚才我们研究了这些经文的前面一半 我们还没有研究 后面一半 后面如果按照旨意 对吧 Ba Eleva Yanin Bekhi 哭泣 停留到黄昏 Vena Boker Rena 到早晨 比我欢呼 这个经文 令人震惊的是 不得不少 999 这个999 是个特殊数字 以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的 代表什么 最后的大灾难 三年半 对 999是雅各招乱的时候 Veet Tadra He Na Yakov 999 哭泣 代表 选民 在经历 大灾难 一人 受到了 逼迫 欢呼 早晨的欢呼 黄昏的哭泣 早晨的欢呼 早晨的欢呼 代表大灾难后的救赎 所以说他的数字等于999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猜测 对吧 或许 安理会 将全票通过 攻打 以色列 那么999我们怎么样分解 666加333 666加333 那么刚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666等于什么两载和半载 莫阿丁 瓦哈赛 的数字 加上 阿玛雷克 比喽 巴兰 亚玛利人 对吧 666 受的印记 是999的一部分 这就意味着333 对吧 如果666代表的是最后两年半 那么333就代表 第一个一年 一载 Memoed 它的数字是150 加上 Balak Aton 巴兰和以东 的数字183 不多不少 333 看了没有 333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一个猜测 三年半的大逼迫 大灾难 它的第一年 这个逼迫 主要是来自于 以东 对吧 罗马 而最后两年半 它的逼迫 才是受印 亚玛利人 对吧 因为最后两年半 算出来的数字等于666 所以说 尽管 这个受印 总体来说是三年半的大灾难 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猜测 对吧 它的前面的第一个一年 它的逼迫 主要是来自于罗马 以东 巴勒 这边叫巴勒 应该叫 对不对 那么巴勒代表什么巴比伦 对不对 代表天主教 那么后面 两年半 那么才是 受印 666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休息十分钟 给大家 自由体温 大家休息好了 接下来 给大家回答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上帝启示摩西的名字 是耶和华 为什么耶和华发音 耶和华 但哈利路亚发呀 为什么原因不一样 好 那么 Yuhevahe Yukevake 的发音 今天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把它发音成耶和华 那是一种翻译 并不意味着 它的发音是耶和华 如果真的发音是耶和华 我们今天就不敢在这讲 对吧 所以说 这个耶和华 只是一个代码而已 它的发音并不是耶和华 对不对 这个名字发音没有人知道 只有这个大祭司祭司知道 因为耶和华的名字 只能在圣殿里边发音 在外面不能瞎发音 不能乱发音 乱发音叫亵渎神的名字 对吧 所以说没有人知道怎么发音 对吧 但是哈利路亚 这个发音大家比较清楚 是发阿的音 这个值得 这两个名字两个概念 现在一个问题 我有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 如何看待天主教 东正教和新教之间的灵界区别 现在各种基督教流派 那么纯正的信仰和核心是什么 如何看待刺激 走极端保守 等于信仰纯正吗 好 那么信仰 真正信仰的纯正 对吧 是系统的 这个 学习 学习土耳 土耳 先知书和新约结合 系统的信仰 那么天主教 是偶像崇拜 对吧 天主教的本质 是罗马 将 基督教的纯正信仰 和罗马的偶像崇拜 把它掺杂起来 表面上 是基督的外衣 其实里边充满了误会 对吧 所以说在天主教的教堂里边 你会看到各种偶像 各种雕像 对不对 什么圣母玛利亚呀 也有像啊 耶稣也有像啊 这都是违背 实际 拜偶像 对吧 所以天主教是拜偶像 东正教的话 我没有研究 所以我也不好评论 没有研究过 对吧 对我们影响也不大 那么新教的话呢 是这个宗教改革 意识到了天主教的偶像崇拜 与其划清界限 对吧 所以说在新教里边 你就看不到偶像 对吧 你到新教的教会 这个教堂里边去 你看不到任何偶像 这是对的 但是新教的话呢 它是回归 但回归不彻底 对不对 它应该完全回归到土耳阿 就彻底了 对吧 所以都有欠缺 都有欠缺 如何看待刺惊 那么刺惊就刺惊啊 可以做参考 但是不是启示 神的启示 并不是神 启示的 对不对 对吧 极端保守 不一定是纯正 纯正是你必须要学习的 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教会 教派 是真正的纯正 没有任何一个教派 包括犹太教在内 一样的 都不纯正 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纯正 你唯一能敢说的 是一种进行事态 我在修改 修补 悔改 纯正 终 你只能这样说 对 像我们以色列渔民 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是纯正的 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澄清 对对 学习澄清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终点 对吧 你说谁是纯正的 仿佛有人已经到了终点 没有 所有的教会都不纯正 对吧 都需要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澄清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世界是掺杂 需要不断的澄清 将误秽 把它剔除出去 下面个问题 有人说新约 的根基 不是律法 制约 是亚伯拉罕制约 这样对吗 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因为 这是保罗的观点 对吧 在这个加拿大书 他说 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是最早的约 他不能够被430年以后的约 所废掉 对吧 你后面的约 不可能废掉前面的约 对吧 所以说 这种理解是对的 是亚伯拉罕与神力的约 对吧 亚伯拉罕与神力有两个约 一个在这个叫做 叫 他75岁的时候 70岁的时候 按照拉比特传统词 70岁的时候立的约 第二个约是100岁的时候 割离之约 对吧 两个约之间间隔30年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圣经启示的原则 越往前面信息越浓 越后面越细化 那么这个概念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 生宝宝的比方 这个比方是最好的比方 生宝宝 首先 形成受精卵 那么受精卵里边的信息 是最浓缩的 所有的DNA信息 以后这个小孩 眼睛鼻子嘴巴怎么样长 对吧 各种内脏皮肤等等等等 所有的信息已经包含在 受精卵 所以说是最浓缩的 所以说胎儿不断的成长 这些浓缩的信息 就慢慢的细化 对吧 眼睛又长出来了 鼻子长出来了 头发各种细节就出来了 所以说越往后面越具体 越细化 对吧 这是一个比方 第二个比方 建造房屋 建造房屋 最开始是一个概念 concept 没有细节 对不对 那么概念先把它给定了 大的概念 框架定了以后 接下来怎么样 详细设计 设计最开始叫 叫做叫basic engineering 叫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是框架 对不对 初步设计的框架定好了 接下来才详细设计 detail engineering 才有细节 那么最后到工地上 所有的 这个钉子 对不对 垫片 管子管道 管件乱七八糟的 所有的细节就出来了 一个概念 所以说 越往前面走 它越是一种 原则性的 越往后面 是细节的 但是后面的细节 永远不可能违背 前面的原则 对吧 比方说你说 你回到胎儿的比方 受精卵 胚胎 如果你的父母是 黄种人 那么你的原则 已经定的是黄种人 你后面的细节 再怎么发展 就不可能给我 长一个蓝眼睛出来 对不对 你后面的细节 不可能违背 最初的原则 对不对 就好像设计一样 一开始 大老板已经敲板了 我们这个房子 是一百层的 摩天大楼 原则已经定了 那么你后面的设计 建造 你必须按照一百层的 摩天大楼的原则 去建造 你不可能到最后 给我建成平凡 对吧 最开始一百 一百层的摩天大楼 没有细节 只有原则 一百层 摩天大楼 对吧 后面的建造 各种细节 砖 混凝土 哇地板等等等等 所有的细 这些细节 细节 你不能够违背最初的 一百层摩天大楼 你给我建了半天 给我建了 建了一个一百平方 一百平方公里的平房 那就完蛋了 那叫什么 那叫不忠贞 坚硬 对不对 你要忠于你的丈夫 那叫忠贞 你的丈夫是原则 妻子是细节 同样的道理 你学习妥卧也是一个概念 什么是原则 妥卧 妥卧已经把原则给定了 相当浓缩 框架出来了 你后面 先知来了 再给你一个细节 这个图里面没有的细节 我现在给你了 以赛亚来了 OK 这里这个细节 这个以赛亚 这个马拉基 这个什么 什么 这个和西 对吧 所有的先知来了 把细节 给出来 大卫 出来写一些诗篇 把细节给你了 OK 那么最后 这个新约圣经来了 耶稣基督又来了 把细节给你了 这个地方的细节 应该那样 应该那样 保罗又出来了 说这个耶稣基督 讲的这些框架 其实这个地方 是这样的细节 对吧 越到后面 越是细节 但是你的细节 不可能违背 最初的框架 框架已经定了 如果你后面的细节 违背框架 那叫什么 那叫奸淫 对不对 那叫奸淫 对吧 所以说任何一个宗教 它的细节出来 违背桃架 那叫淫妇 大淫妇 对不对 这个桃架里边说 不能有任何偶像崇拜 不能雕刻任何神像 你天主教说 我偏要雕刻 我就要雕刻 那怎么样 那叫大淫妇 对不对 这个律法也是这样的 陀佛给出框架 那么 以后人 制定细节 对吧 比方说 这个陀佛说 要遵守 安息日 这是框架 细节 你要去定 对吧 你不可能定细节 定了半天 你说把安息日给废掉了 用星期日 这个替换了 安息日 你 你怎么可能把框架给丢了 对不对 你细节是可以去填补对吧 比方说一百层摩天大楼 框架有了 你说这个细节 你说我这个地板是怎么做呀 我要弄瓷砖还是用地毯 这叫细节 你细节可以变 对吧 一百层的摩天大楼 你不能变 对不对 学习土耳是一个概念的 对不对 神创造天地之初 框架就定了 但是细节 需要人 去完成 对吧 所以说越往前面 信息越浓缩 就像胚胎 受精卵 所有的信息在里边 对不对 还有人 还有人叫什么叫 叫那叫什么东西 干细胞 一个概念 对不对 干细胞也是这样的概念 干细胞拥有所有的潜能 对不对 但最后越长 细节就出来了 同一个干细胞 随着身体的发育 怎么样 有的长成了肝脏 有的长成了心脏 有的变成了大脑 有的变成了手 有的变成脚 你说开玩笑 这个完全是 这个完全是天壤之别 对不对 肝脏的细胞 和大脑的细胞 天壤之别 细节 但最初 却是同一个细胞 干细胞 对吧 这是土耳 浓缩 土耳 是干细胞 你后面人 怎么样发展细节 这个其实是正常的 对不对 犹太人说 我的安息要这样做 你说我 我不是犹太人 我的安息要这样做 也是可以的 对啊 在犹太人里边 他们的细节也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你说这个玉约节 这个大米算不算带教的 对不对 阿斯基纳西说 这个大米是不能吃的 那算含教的 那么这个叫做 他们说不行 这个大米不含教 可以吃 对不对 这细节的不同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阿斯基纳西 他不能论断 这个 Sephotic Sephotic 也不能论断 阿斯基纳西 对吧 如果你是阿斯基纳西 如果约节 你不能吃大米 如果你是Sephotic 你的约节 可以吃米饭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藏墓 这个没问题 翻译没问题 大卫倒塌的藏墓 就是神的王国 Mohus 下面一个问题 空间的四十二 时间的四十二 有什么内涵 这还需要去体会 为什么摩西将神 比作因 因有什么含义 因是白鸟之王啊 对不对 弥赛亚是什么含义 Mashiach 受告者 下面一个问题 公意的太阳 为什么是金灯塔 那么刚不讲了吗 Shemesh 对吧 三个星期讲了Shemesh 是个金灯塔的设计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末后 神的印带在金银牌 对的 带偶像 受印是死人的印记 对的 下面一个问题 巴南的这个特异功能 也是神给他 那当然是神给他 那他自己会发明创造吗 下面一个问题 拜真神的大祭司 和拜别神的死人 的数字加起来 等于666吗 这个不知道 这个没算过 下面一个问题 大祭司的印 圣洁观点的数字666 受的数字也是666 对啊 这是我们上个星期分享的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菲利传福音 上马利人 奉祖尼 受洗 圣灵还没有降到 直到彼得按手 不是在受尽的时候 就降下吗 为什么 失去 好 那么每个人不一样 最简单的回答 每个人不一样 下面一个问题 圣灵并没有在 洗礼时 直到按手 是否 不要只相信 有耶稣就有圣灵 怎么样知道有圣灵 比方说 这些拉比 称美国为乙童 好 圣灵 代表神 静注在我们身体里面 神静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叫圣灵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圣灵是老师 要教导我们 明白神的话 对 如果你明白神的话 肯定是用圣灵 对 如果你知道神的 圣经里面的奥秘 你肯定是圣灵 你不可能自己知道 是圣灵 教导给你的 对 如果你一天到晚犯罪 肯定没有圣灵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代以色列的首席大拉比 称美国是以赏 这不是当代的 这个是拉比传统几千年都这样的 几千年 这个认为 以东 就是今天的欧洲 对不对 就是西方 欧洲 那美国是从欧洲过来的 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美国是神预备 给犹太人的一个避难所 因为当时 这个犹太人在欧洲受到逼迫 对不对 这个哥伦布 是个犹太人 对不对 受派遣 找到了新大陆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外交某人 质疑美国是个大国 欺负小国 那这个你要问中国 外交部的某人 你不要问我 对不对 我没有说这个事情 是他说的 谁说的你找谁去问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拉比 是指基督教叫以赏 不是单指美国 对拉比这个罗马 是以赏 但同时认为 以赏莫后犹大联合 以赏莫后 雅各联合 修补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以赏是黑暗的器皿 为什么雅各是光的本质 为什么雅各要进入以赏的里边 这个以前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雅各和以赏是双子 分享过很多次 对不对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好的部分 有不好的部分 包括雅各也有不好的部分 有好的部分 以赏也有好的部分 也有不好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说 雅各好的部分 和以赏好的部分 结合起来那是最佳组合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 这个经文怎么理解 难道施洗约翰会不认识弥赛亚吗 为什么还派门徒去问他 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人 是有局限的 人不是神 对不对 人的灵魂只要进入了身体就有局限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对不对 他不可能有完全的清晰度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施洗约翰他也吃不准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他必定是人 对不对 只要有身体 作为屏蔽 那么 就不会有完全的清晰度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 假弥赛亚到处张扬自己是真本 为什么真弥赛亚会隐藏自己 给人只有选择 这个世界是一个掺杂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颠倒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的世界 那么人才能有只有选择 如果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还有选择吗 对不对 如果一切明明白白清楚就没有选择了 也就意味着你也没有赏字 下面一个问题 幕后三年半 应该七年以后 第一都启动吧 四年还没有走完 下面一个问题 最后三年半 第一年罗马人怎么在世间逼迫我们 这个不知道 这个学习啊 这个面光每个星期都有 不断的开启 对吧 这个 没有任何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 坚持不懈的学习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学习 每个星期会有亮光 下面一个问题 日本有一个伟人 日本有一个做梦人 漫画形式把预言这个发 这个写出来 做了几十年的预言都实现 还有一些梦路实现 漫画中 等等等等 除了现在世界 将来世界 还有梦的世界 好 那么这两个概念 不要把它混淆了 当然把这个概念给混淆了 现在世界叫 欧能哈勒 六千年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物质的世界 将来世界 欧能哈巴 千禧年以后 新天新地 对吧 两个世界的中间地带 千禧年 一千年 对吧 神创造了两个世界 这拉比的结晶 对应耶和华的名字 前面两个字母 呀 YUD 代表将来世界 嘿 代表现在世界 神创造了两个世界 梦的世界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和这个没有 这两个概念 两个类别 每个人都会做梦 什么叫梦 梦是一种体验 体验什么 人的灵魂出窍了 说白了 人的灵魂有五成 睡觉的时候 部分灵魂会离开身体 进入灵界 对不对 那么进入灵界的话呢 这些灵魂就有它的经历 那么这些经历 在人的大脑里边 形成各种形象 对不对 这种想象形象 等等等等 这是梦的经历 梦的世界 梦的世界是你的灵魂 部分灵魂离开身体以后 的经历 它经历的 说白了是灵界 灵界 那么灵界的话 也是现在世界的一部分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世界分为四层世界 对 Olam 从下面往上面 Olam Asia Olam Yethira Olam Braya Olam Atsilut 四层世界 对吧 你的灵魂 离开了身体以后 在四层世界 上下穿梭 对不对 见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不同的天使 等等等等 对吧 有些你都忘了 有些记忆 这个残留下来 就成了你的梦的回忆 两个概念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如果有人当众 诬陷某人 某人可以当场 说出真相吗 说出真相 会不会算作当众羞辱他人 这东西我没法回答你 对吧 这个因人而异 因事而异 对吧 你要有智慧 灵巧如蛇 训良如鸽子 这是你自己掌握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天主教拜偶像 整个教堂里面充满了偶像 当然是拜偶像了 下面一个问题 感谢 这几个星期为我疼痛祷告 医治 疼痛处从昨天开始大幅 降低 请老师继续帮助 祷告医治 好 我们借着今天安息日的 这个救赎医治的光 祈求我们的天父 阿爸父 天上的阿爸父 从天上降临 完全的医治 给这位弟兄姊妹 以及所有的弟兄姊妹 需要医治的 都能得到今天 安息日的医治 来自于天上的 完全的医治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的俄乌战争 是要进入新的纪元 改变现在的格局吗 这个不清楚 下面一个问题 受印额头上右手上 对的 同时都有 还是任意一个地方 那么按照这个圣经的启示 额头上或者右手上 对不对 这圣经里面这样写的 下面一个问题 在今天我们不能学习 以刹 自己审判自己 若能 怎么能把自己审判 和咒诅分开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什么叫自己审判自己 每天 圣经告诉我们 对的 要省察自己 当然要这样做 对的每天要思考自己的行为 言行 哪些地方 有没有做得不好 有没有得罪神 得罪人 当然应该这样做 对的 这叫每天审判自己 对的 如果你自己审判自己 神就不会审判你 下面一个问题 疫苗 让世界 分成 不打的和已经打的 基督徒也是一样 也是如此 看到不打的 恨无奈打的 有打的 恨无奈不打的 但主让我们彼此相爱 现在还没有到世界的结局 审判在神的手中 瑞典一公司发明了芯片 疫苗护照 但是有人说 元宇宙的虚拟货币 才是受益 老师怎么看 好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说正常的疫苗 我都不觉得有 打的必要 更不要说 去年推出的 假疫苗 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冠状病毒的疫苗 是假疫苗 根本就不是疫苗 如果你真的是疫苗 我都觉得没有打的必要 还不要说是假的疫苗 对不对 从这个病毒出来 第一天起 我就没有怕过 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所有一切都是神的 许可 我什么时候开始害怕 强制打疫苗 我就觉得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的作为 对不对 如果是自然的 你是不用怕的 如果是人的作为 你就要怕了 为什么 因为人有自由选择 而自然规律 没有自由选择 这个疫苗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有打的必要 不需要 那你说 为什么有的人 想打疫苗 为什么他们 那么害怕 他害怕 他害怕什么 他害怕什么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就把人的信心 显露出来了 你为什么打疫苗 你怕什么 你什么好怕的 你还不要说到这个受应的那个层面 你如果真的知道这个过去一年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疫苗你还敢打 那假疫苗啊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 那我们应该反过来问你 你为什么不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有的人知道 有人就不知道 那是因为有的人愿意知道 有的人不愿意知道 对不对 不错 这个疫苗世界 把这个世界 两极化了 通过这个世界 整个 神的计划 变得清晰 疫苗也好 其他的也好 都体现了一个人 在今天新的偶像崇拜 今天的新的偶像崇拜 就是科学 真正懂科学的人 不会崇拜科学 崇拜科学的 都是不懂科学的 那么今天所有打疫苗的 口口声声科学 他们其实最不懂科学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世界当中 看出很多人相当的 假冒伪善 假冒伪善 你真正懂科学的话 相信科学的话 你就不会打疫苗了 因为你的自然免疫力 神给你的免疫力 大大的好过 人创造的 疫苗 即使那个疫苗是真的 那是人的创造 而你的自然免疫力 那是神的创造 下来一个问题 请问 为什么古以色列日历 太阳运行一年14个月 每年26天 这个没有听说过 这个古以色列日历 是这样弄的 我不知道你的信息 来自于哪里 26这个耶和华的数字 四篇耶和华是太阳 为什么古以色列月历 运行一年13个月 每个月28天 首先 这个古以色列日历 太阳运行一年14个月 这个没有听过 每个月26天 更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你的 这个依据是什么 月亮运行一年13个月 这个也没有听说过 每个月28天 这个28天 这个大都知道 28点几对不对 这个都知道 28对应的希伯来词会 科瓦 能力 28最有名的这个词 科瓦 对吧 阿拉 科瓦 能力 power 下面一个问题 请教 关于轮回转世 这是神的恩典 也是神的计划 比方说 参孙 转世为巴顿川普 哈曼 转世为希特勒 等等等等 请问 圣经或唐不得 有没有恶人 经过轮回转世 悔改的也有 这当然有了 对不对 比方说 这个该隐 对不对 都有 下面一个问题 确定大灾难 就是受益流行逼迫 什么选民 还是自然灾害和战争 那我告诉你 所谓的自然灾害 这个都是 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个自然灾害 比方说地震 火山爆发 海啸等等等等 还不如病毒 那么具有破坏性 为什么 很简单 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 人与人之间 是相当的关怀 有爱 会帮助对方 反而会让人有邻居力 但如果是病毒 特别是呼吸性的病毒 它会让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 猜疑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你是黑暗势力的话 你要制造灾难 你必定要选择呼吸性的 病毒 为什么 因为呼吸性的病毒 会让人与人成为仇敌 对吧 比方说过去两年 没有友爱 没有关怀 每个人都稀释底里的 对不对 这个打了疫苗的认为你不打疫苗 反而是 这个伤害我 我打了疫苗 你不打疫苗 你不打疫苗 伤害我 你为了我的原因 你要打疫苗 对吧 把人的所有的自私 都暴露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 这个黑暗势力 选择 这个呼吸性的感染的病毒是相当正确的 因为只有这种病毒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反过来如果是地震的话火山爆发等等等等灾害 反而会让老百姓具有凝聚力 大家相互帮助 对不对 相互的友爱 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是战争的话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也会加深 对吧 人有一个本能的关爱 对吧 但如果是病毒 那就麻烦了 下面一个问题 弥赛亚是全世界的救赎 这弥赛亚耶稣基督也不会隐藏 必定要让所有人知道 人点灯不会藏起来 一定要放在台上照料所有人 下面一个问题 上次读到四年的预备该怎么预备 逃到旷野 是不是要在旷野建造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按照我们上个星期的分享 对吧 神会预备的 对吧 就好像这个第一次出埃及 你说这个以色列人遍布埃及 对吧 当然你说绝大多数人在割三地 那怎么可能瞬间六十万南丁 出埃及 对不对 这个也没有什么组织安排啊 甚至也没有预备 对吧 经历十灾以后 神行的一个神迹 把所有的人召聚起来 一起出埃及 那么这也是这个大阴的两个翅膀的原因 对吧 这个拉比的标准解经 什么叫做大阴的翅膀 就神行的一个神迹 把居住 闪居在埃及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愿意出埃及的 都召聚在一起 那么我们最后的灾难也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 神会预备的 神会派大阴的翅膀 召聚 他的选民 会预备他们 怎么样个救赎 这个其实说白了 也不是我们担心的范围 这是神的计划 下面一个问题 拉比传说 旷野有个地方 世外桃源 创世之时就造好了神奇的地方 不存在这个地方 以色列者旷野 经过这个神奇地方 一直耽误了很多年 这个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 下面一个问题 唐老师你好 请为礼述福祷告 听了福音 但未信 求神联名 但让他接受 现在受精神病的折磨出走 求神医治他 得医治 好我们在这里 祈求阿爸父 垂听我们的祷告 为这位弟兄叫 李束福祷告 祈求阿爸父能够打开他的眼睛 让他认识神 也求你让他得医治 让他能够平安的回家 奉考耶 耶稣基督的灵求阿们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祈求 求神拣选 李束福 吉他的爸爸 李洪科等 所有的家人 下面一个问题 入群 下课以后让我入群好吗 那你要加啊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今年六月十六七星年珠 除地球以外 水晶火木土七星 地球会有什么灾量 这个不知道 他没有研究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无论如何 也不信耶稣 怎么样传福音 给头脑固化了 那么这个其实问题很简单 人有自由选择 对不对 这个新约圣经 写得很清楚 你要传福人 他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让他信 对不对 福音说的里面怎么说 如果他配的话 对吧 这个端一碗 端一碗冷水 给最小的这个传福音人 喝那么他 将来的赏资 也是很大的 如果他不信 对不对 在他门口跺下脚 把尘土跺下去 就走了就行了 传福音 并不意味着要让他信 他信 还是不信 一方面 简单自明成 他的自由选择 奥秘成 神的命定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谁会 谁已经被拣选 谁没有被拣选 你也不可能知道 神也不会让你知道 如果让你知道 你怎么传福音 对不对 但是信不信 那不在于你呀 保罗说这个这个这个 浇水在我 对吧 涨不涨在于神 对 浇水你应该浇水 等浇水以后 他要不要 开花结果 发芽 那不在于你的事情 那是神的事情 对不对 他无论如何也不信 那你急什么急 你传福音了吗 传了传了就下一个 对不对 怎么样传福音给头脑固化的 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样传 你该怎么样传 你怎么样传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赏 这个恩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 没有必要 先偏一律 有的人传福音 喜欢用情感 对不对 这个泪流满面 对吧 对有的人有用 对有的人没有用 有的人传福音 通过科学 知识 对有的人有用 对有的人没用 有的人传福音 见证自己的神迹 对有的人有用 对有的人没有用 对有的人传福音 对吧 通过逻辑推理 对对有的人有用 对有的人没用 什么意思 传福音 按照每个人的恩赐去传 有的人有口才 有的人有情感 有的人耐心 有的人火爆 对不对 有的人说话 轻言细语 对吧 让人听得很舒服 有的人说话 火爆 让人听得不舒服 有的人说话慢 有的人说话快 有的人说话亲切 有的人说话 刺心 刺耳 扎心 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 都有神的恩赐 你该怎么传就怎么传 对吧 不要去担心 该怎么样怎么样 信不信 在于神 下面有问题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 不能进神的国 记住 新约已向为救 建旧的衰老 归于无有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不能见神的国 不能进神的国 这个东西其实 这个经文 不同的表达方式 并不一定 就意味着 它有错误 不同的表达方式 是从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侧面 去了解 学习同一个概念 对不对 什么叫全息照片 一般的照片是那样 两维的 对不对 两维摸起来是平的 三维 有凹凸 对不对 有 差异 正因为有凹凸 高低不平 你才能知道它的全息 它的真实的面貌 神的国也是一个概念 神的国 是全息 三维的 对但你说我读经文 我就就是从字面成理解 所以说 圣经必须要给你 不同的表达方式 不同的表达方式 是不同一个 是不同的侧面 不同的切入点 让你能够得到 神的国的 全部的信息 全息 所以说读圣经 怕就怕 经文全是一样的 如果经文全是一样的 你的信息是一个点 如果这个经文不一样 有很大的差异 这就告诉你 意味着 是多个点 点越多 像素 越多 照片越清晰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买相机还要像素呢 对不对 圣经里面的经文 如果矛盾越多 就意味着信息越清晰 像素越多 对一天到晚看圣经 你都是一样的经文 那你只有一个像素啊 一个像素就不清晰 对吧 所以说学土啊 学圣经 所以为什么要有四个福音 对吧 你说一般人说 四个福音 好像里面有矛盾啊 四个福音 就是四个像素 对吧 你照片 你一个像素清晰 四个像素清晰 四个福音 四个切入点 四个切入面 四个视角 四个视角 对不对 那么就四个福音合在一起 他的整个这个图 这个信息就会很清晰 很清晰 现在一个问题 怎么理解 新约旧约 旧约旧了 新约要归于无有 好 那么其实啊 很简单 希伯来文说写的很简单 什么叫约 约就是合同 对不对 任何一个合同 甲方乙方 那么这个新约旧约 两个不同的合同 合同 这甲方是谁 耶和华 神 乙方是谁 以色列 婚约啊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他的内容是不变的 这个约是不变的 神不可能改变 甲方也不会改变 都是神 改变的是谁 以方 以方不都是以色列吗 对啊 改变的 是以色列的心 什么叫新约 神的律法写在心上 什么叫旧约 神的律法写在石板上 内容是一样的 看你怎么去写 你写在石板上 那叫旧约 对啊 你没有领受 什么叫新约 写在心板上 对啊 圣经告诉我们 日子将到 到那个时候 你不用给你的名声 说你要认识神 从大到小都认识 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人的心 没有改变的是什么 没有改变的是神 以及神的话 神不会改变 神的话也不会改变 唯一改变的 是你的心 是我的心 是我们的心 这叫新约 你不要以为新约 是马太福音道 启示录 那是错误的理解 新约 是神的话 写在我们的心上 先来个问题 星期天聚会 说安息了 不用守了 怎么样 辩驳 这个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对不对 刚才我们打了比方 陀儿是框架 新约是细节 细节 要服从框架 否则就是兼有 赢富 对不对 任何一个人说 星期天 替代了 安息日 那是一个淫妇 那是一个淫妇 你和淫妇 有必要去 去纠结吗 要远离淫妇 对不对 你和淫妇在一起 别人还以为你是淫妇呢 那叫奸淫 对不对 违背了 丈夫 他告诉你 安息日 是圣日 你倒好 跑出来说 这个丈夫说的话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怎么样去理解 对不对 那就完蛋了 下面一个问题 核酸检测 也不能做事吗 这个核酸检测 别人 有句话 说得很好 所谓的大瘟疫 不是病毒的瘟疫 pandemic 不是病毒的pandemic 不是病毒的这个大流行 是核酸检测的大流行 什么意思 那么多病毒从哪里来的 不就检测出来的吗 那检测 本身 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对不对 核酸检测的创始人 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说这个测试 你要得什么结果 你就得什么结果 你不断的这个 那叫什么 你不断的给他multiply 给他给他加 这个这个叫什么 叫做给他 我都忘了他怎么说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不断的在那个地方 搞的话 你要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 他在控制人的手法 最简单的办法 不要去测试 你就没有病 你要测试了 什么病都出来了 下面一个问题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下面一个问题 灵魂五成 那人死会不会分开 对的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 做一个散会的祷告 我去试试